中共肺炎自武漢爆發即將屆滿一週年 對於疫情的來源 中共喉舌和科研機構不斷變更甩鍋對象 從早前的美國、意大利 以及一些向中國出口冷凍肉類食品國家之後 近日又將病毒源頭歸於印度和孟加拉 外媒彭博社11月30日報導 有劇情人士透露 中共成立了一個由劉鶴牽頭 監督螞蟻集團 由於中共對金融科技行業監管越來越嚴 螞蟻集團2021年重啟上市計畫的機會越加渺茫 敏感時刻 習近平日前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 再次強調備戰打仗 習話音剛落 傳聞多地高層將發生人事異動 有分析認為 習近平在內政外交困頓之際 高調宣揚備戰打仗 表面上是槍口朝外 實則是槍口向內對黨內的反對勢力施壓 曾向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撥默的女孩董瑤瓊 在公開發影片說 她沒有精神病 是中共強勢把她關進精神病院的 她現在被嚴密監控完全沒有自由 現在都快到了崩潰的邊緣 新航雅開電視總理報導 包括我爸爸 我